奥峰 作者 峰行烈 我是莫竹 精彩马上开始 第一千一百九十三集 凯隆斯见双城这边突然哑火 一言不发 还以为他们已经放弃了希望 积压在心中多时的怒气 在这一刻彤彤请谢了出来 只觉得好像吃了灵丹仙药一样 全身上下轻松万分爽快无比 盯着双城不遗余力地奚落倒 哼 看到没有 圣燕大人才是诸神第一天才 秦峰陛下果然时运不计命途多喘 就这样陨落在星海之中 实在是可悲可叹 秦硕陛下还请节哀顺变呢 秦硕用一种看小丑的目光 看了他一眼淡淡的 得胜的似乎并不是黑暗换店的参赛者吧 凯隆斯长老如此兴奋是为了什么 就算我儿秦峰真的陨落在星海之中 也比你们那只夺得了区区几百分就凄惨而回的乐福兰胜你要好 你们黑暗换店这次大赛连前十都进不去 还好意思妄称诸神最强的两大势力 你 兴奋的凯隆斯一听这话 如同被当头泼下了一盆冷水 面皮顿时胀成了猪肝色 勒夫兰此时的成绩的确非常不好 如果他没有和奥峰合作 倒还能多弄到一些内单 两人合作一周 他却连个屁都没有捞着 白白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 这次的参赛者素质又挺高 先后赶了上来 此时榜单上 他似乎只能排到十三四位的样子 如此低分 黑暗换店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称得上奇耻大辱 凯隆斯毫容易压下脸上的血色 哼道 老夫不和你争这些口舌之力 成绩如何不重要 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秦峰的确是个天才 可天才又怎样 还不是落得陨落的下场 我们圣女好歹还活着 日后的成就 可比他那个所谓天才高多了 秦朔却笑道 你怎么知道我家小枫儿就一定陨落了 我相信我儿福泽深厚 一定会化险为夷 说不定 他等会儿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 吓你一跳呢 凯隆斯以为他是在消遣自己 气急返效 秦朔 你真是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我们走着瞧 眼下圣炎已经回来了 只等着大赛结束 就可以向双城动手 凯隆斯早已经把对方当成了死人 言语上也没有了先前的顾忌 周围的气氛又开始肃杀起来 议论声渐渐小了下去 时间继续缓缓流过 终于到了正午时分 魔神坛上光辉一按 完全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秦峰果然没有回来 精英赛的结果再无意义 一掌萨瓦多站到魔神坛前方 一脸欣慰地高声宣布 谢谢各方势力的诸多支持 现在本盟主宣布 本次联盟大会复赛兼精英赛 圆满结束 恭喜前一百名的盟主进阶复赛 恭喜来自光芒幻殿的圣言陛下 夺得此次联盟大会精英赛冠军 洪亮的掌声响彻凡帝宫内外 气氛又被推到了高潮 掌声暂歇 只听萨瓦多又说道 下面按照历届大赛规定 就请圣言陛下站到魔神坛中心 接受魔神祝福 并领取精英赛冠军奖励 通灵之心 随着他的公布声 弗亚略有些紧张地 看了对面那一方的双城众人一眼 见他们似乎并没有立刻暴动的现象 才稍稍地松了口气 如果这个时候双城之人动起手来 阻挠圣言接受祝福也是一件麻烦事 他们的计划就是借着祝福之时 让萨瓦多发动魔神大阵 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他们四大议长此时正被秦朔盯着 如果让萨瓦多直接发动阵法 说不定会引起秦朔的注意 直接把他给灭了 眼见胜利在望 此时拼个两败俱伤最不合适 即使圣言归来 福亚也并不想现在就动手 虽然秦朔等人的反应似乎过于冷淡 有些诡异 他也没有时间多想了 双城那边都没有意见 凯隆斯只能撇撇嘴扭过头去 不再多言 他心里也清楚 自己挡得了初一 挡不了十五 就算此刻 圣言没有得到通灵之心 战事结束还是要得到的 在千万道目光的注视下 本届大会精英赛的冠军 圣言 缓步踏入魔神坛的正中央 身形挺拔的银发男子 就这样傲立在场中 向萨瓦多点了点头 萨瓦多一掌 可以开始了 魔神坛中心的地面上 有一个半径三米左右的 圆形古文 圣言站入其中后 萨瓦多一掌便微闭起了眼睛 开始启动阵法 莫得 天地骤然变色 祭坛中心的小圆圈 突然发出一阵亮光 将圣言整个人包裹在了里面 其中一片白光闪耀 再也看不清里面的人与物 而梵蒂宫的围墙外 也亮起了一道宏大的圆圈 将整个梵蒂宫 包裹在一个结界里 梵蒂城的魔神大阵 与此同时 骇然启动 英勇的战士 愿魔神的力量 永远伴你左右 一道仿佛来自天边的空灵 泥南声 降临大地 所闻之人 脑中都是一阵嗡鸣 好久才回过神来 可他们明明听见了声音 这会儿却又偏偏 怎么也想不起 那道声音究竟是怎样的了 就连青夜和秦朔这样的大君王 也没有例外 不由的心中一阵亥然 这才是真正的神迹啊 仿佛被这神迹震撼 广场内外一片安静 但很快 这静默就被一道大笑声给打破了 魔神大阵已经启动 你们这些双成的混蛋 无路可逃了 秦朔 今日就是你的死去 黑光一闪 黑暗长老凯隆斯 一个剑步飞窜到了天际 指着下方猖狂地喝倒 广暗环电果然要动手了 广场周围又是一片惊呼 人潮迅速地散开 闲散的修炼者们 当场退出去几十丈远 这一仗打起来必定惊天动地 他们可不想被波及到 不过来到樊帝宫的门口 却被一堵红色结界挡住了 这结界正是魔神大阵放出来的 十分稳固坚硬 连瞬移都瞬移不出去 是魔神大阵的结界 这宫内的结界 似乎比外城的结界还要坚硬 恐怕连大居王被困住 也出不去的 该死的光暗幻电 连我们毫不相干的人 都拦在了里面 这些红光有古怪 我体内的能量 怎么好像被禁锢了一样 激发不出全部的力量了 吵杂的声音响成一片 惶恐奔走的人乱成一团 好一会儿才重新镇静下来 这时候 魔神广场四周 已经在没有其他修炼者了 只剩下了对峙的两方人马 双城这方的人 各自面露警惕 拔出兵刃 他们来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一战的准备 只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对方的目的竟然不是傲锋 而根本就是他们双城本身 被魔神大阵的光运笼罩住 双城的两百君王 整体实力下降了一截 对方原本的优势被无限放大 他们彻底处在了下风 心中顿时焦急起来 秦朔神情一领 危险地眯起眼睛 凯朗斯 你们真想动手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